Hello各位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自己的车 旁边这台极越01我们入手已经半年多的时间了 同时呢 行驶里程已经超过8000公里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做一个阶段性的用车报告 然后来看一下家车在使用上都遇到的哪些问题 好的坏的我们都一起说 因为绝对是真实的 而且整个用车过程呢 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首先极越01有着SEA浩瀚架构 而且跟极客001是同源的车型 所以说开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我们买的还是顶配版本 所以加速啊 配置啊 都直接拉满了 所以剩下这部分啊 就是一些使用上的小细节或者小毛病了 我们到车里来说吧 因为今天好像有点下雨了 首先就是这台车驾驶质感真的非常的好 刚才也说到了 我买的顶配的版本 虽然现在来看的话好像少了 比如说空拳啊 比如说800幅架构啊 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呢 真的落实到使用场景来说的话 可能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落差感 再一个呢 就是半幅发扬盘了 其实这部分啊 很多没开过半幅发扬盘车型的朋友 就会觉得 哇 这好像上车很复杂啊 很困难 但实际上并不是 我们是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免费更换 没花钱的啊 然后再一个 现在新版本 也就是1.4的版本呢 它在这个虚拟控制的这个按键的震动反馈上 其实也做了自己的提升啊 反馈会比之前来的更清晰 然后整个段落感呢 会更强一点 然后你发现好像没有之前那么模糊了 它震动的手感会做的更好 然后再一个就是语音交互了 其实之前我们也都提到了极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会省掉很多的按键 然后把很多的控制权 包括控制方式 交互方式 都给你做成语音的 很多人上车之后第一时间觉得不适应 语音输入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门槛或者会有一些 就是所谓的误操作或者误识别 但现在经过新版本的调整之后啊 你会发现百度大模型 包括它有这个文心意言的加入之后 整个车机的这个智商会比之前提高很多 而且交互的逻辑会更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那我们就顺着来做一些场景化的对话 让大家看一下现在新版本的语音交互是一个怎样的逻辑啊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嗨 西蒙 风浪越大鱼越贵 是哪部电视剧 风浪越大鱼越贵 是电视剧狂飙中的一句台词 该剧是一部刑侦电视剧 于2023年1月14日在CCTV8和爱奇艺播出 播放这一集 暂停 退出语音 风浪越大鱼越贵这个台词 我也是刚知道它是在狂飙第十一集的 虽然我也看过 然后就直接播放到这一集了 而且它能够根据你的思维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我觉得这个呢才是符合大家常规意义上认知的好用的那种语音交互 再一个它也会有一些小彩蛋 嗨 西蒙 画一幅自画像 好的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创作了一幅画作 原来你是一个老头 还有就是导航方面的一些交互 嗨 西蒙 介绍一下杭州著名的景点 导航去第二个 可以欣赏到 要选哪条路 是注意剩余电量 开始导航 没问题 我觉得这一块呢 其实体验的话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AI是不断能够去学习 不断进化的 那我们的体验呢 也会不断的进化 所以真的还挺期待它的完全体 或者说它最完美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 反正现在来讲的话 在其他车型上 体验还真的达不到这样的水准 那我们再聊一些驾驶方面的提升和改变 其实现在1.4的版本呢 它在辅助驾驶方面 提升的这个幅度还真的挺大的 首先在城市道路上呢 现在也先加了广州 之前大家都知道是北京 上海 深圳 杭州 现在加了广州 也就是在广州大部分区域呢 主干道上都可以用上PPA了 那到了北京呢 北京的覆盖面积也会比之前更大了 之前也都是在主路上 在环路上 现在呢 一些小路也都是可以用上的 所以在北京的体验 会比之前来的更好一些 再有就是关于一些 城区的高速路段 其实也开通了很多新的城市 这一点呢 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反正总共有23个城市 那再一个呢 PPA使用的体验上来说啊 也会比之前来的更完善一些 首先就是我们在 会出一些主路 或者说会进一些主路的时候 在扎道附近 有一些大车 在我们周围晃悠的时候 其实这台车现在也会自主的进行避让 或者说做一些紧急的刹停 那再一个呢 就是经过一些路口的时候 边上会突然窜出一些电动车呀 自行车呀 或者说行人等等 他都会做一些紧急的避让啊 快速的通行 那再有一部分 就是关于OCC占用网络的这一部分了 其实这个功能啊 大概上线了有四五十天吧 然后整体的反馈还都不错 那现在新的1.4的版本呢 也做了一个能力上的提升 也就是说它对于路障的识别 或者说对于那种交通信号灯啊 包括啊 比如说一些施工牌啊 还有一些雪糕桶啊 或者说这种装桶啊 它的识别能力都会提升一部分 然后再一个呢 它能够实时的给你反馈到你的车机的界面里 怎么理解啊 大家可以现在看一下 正常来讲的话 比如说我们周围 有人或者有车的时候 它都会给你做一个 非常拟真的一个动画 效果出现在这 当然这个也不得不说一下 8295的渲染能力 包括这个图形的处理的能力 真的是非常出色的 你看整个滑动的效果 前后左右上下 这种滚动效果特别流畅 然后大家注意看 副驾驶前方这一块区域 其实就是一个小彩蛋 大家看到有这种像素风的这种小人物 我们点开它之后呢 会有躲然蜜发骚的这种音效 挺有意思的 副驾驶坐在这儿呢 也能够消磨一下时间 再一个 我想说中间这一块区域 嗨Simo 你说 打开OCC 好的 它刚才还是那种 类似于你真的图像 现在突然都变成了像素风 有点像那个我的世界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有动画 或者说那种游戏的感觉在里边 你就看你的车穿梭在整个像素风的这种世界里 这种概念还真的挺有意思 这个是在你的使用上或者说在你的驾驶的过程中增添一部分小情趣的地方 我觉得这也是8295带来了这种全新的体验 不得不说这是实时渲染的 大家看其实整个的动画效果它是都是在动的 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是非常吃算力的 主要的改动我们都聊完了 剩下的锦上添花的部分我们也简单提一下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可能就是自动补打转向了 补打转向怎么理解 大家都看到了 其实几月的转向灯都集成在方盘上 可能有的时候大家自己做转向动作或者做变道动作的时候 它会忘记打 这个其实是改变大家使用习惯的 现在新功能加入之后 我们比如说自己忘记打转向了 但是现在我也做出了这种转向动作的时候 这车子会自动给你打转向 我觉得这部分感知也是挺强的 最后可能就是关于自动驳车了 驳车现在也可以通过语音来进行这种车位的识别和扫描 之前我们都是通过在比如说屏幕上来进行操作 但是现在可以直接让语音来进行搜索车位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让大家变得更懒了 更懒其实也侧面反映了这台车 它的智能化做得更好了 其实总结了一下小毛病 也就是说不影响驾驶 不影响开车 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氛围灯带 大家看长长的一个氛围灯带很窄 但实际上亮度包括里面显示的色彩都是非常丰富的 但是唯独在副驾驶门板上那一块 有的时候会亮有的时候就不亮 这是间歇性的小故障 这个我们也预约了去维修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后面的尾翼了 尾翼这两天也是打不开 其实刷一个行车电脑就能解决 这个我们在售后已经汇报过了 到时候去店里直接刷一下就OK了 再有一个就是倒车影像 我觉得倒车影像其实从提车到现在一直还挺困扰的 它有这种类似于掉针的这种视觉效果 所以我现在停车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上自动摩车了 当然这个可能也是改变了我的一个用车习惯 因为我老觉得让车自己停 比我去停车会停的更正一点 这个是我自己的在使用上的一些小习惯 还有一个就是SIMO这个语音 我觉得它识别的这种敏感度有点太高了 其实它是一个免唤醒的逻辑 但是它比如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我们会说嗨一某 一某 我在 吉某 我在 你随便去叫它 只要带梦都能够把它给唤醒 最后一部分可能就是车外的语音识别了 车外语音识别大家都知道 极越01是支持在车外用语音来控制车门的开或者关的 这个是非常炫的一个功能 但是有时候识别率不是特别高 现在新版本的系统升级之后 其实它在语音识别 在语音录录的过程中 就会给你加一道这种语音指令的确认 其实为了就是更精细的来识别 OK 关于这台吉某01的使用报告 我们大概就聊到这 然后新版本 我们现在也是在摸索当中 后续如果真的有发现什么新的bug 或者说新的惊喜 我们再去给大家做一系列的分享 因为毕竟我们作为媒体车主 可能这部分就是我们最大的责任了 这个责无旁贷 关于这台车 现在其实最新的产业政策 也会做一些选配上的改动 也就是说你拥有它的成本会更低一些 当然了如果你想选装 比如说像大轮鼓 可能还需要花比之前更多的钱 但是这个就做一些取舍了 反正我觉得我买这台车 可能价格稍微的高了一点点 先横向对比来看的话 可能同价位会有更多的选择 但是我觉得在智能交互上 在辅助驾驶层面来说的话 吉月01确实是带给我一个 全新的一个体验 而且其他车型确实也没有达到水平 所以这也是它独到的地方 同时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 吉月后续的车型 吉月07 那台车其实也用上了800伏的架构 所以说也堵住了很多人的嘴 觉得吉月没有用上800伏 没有跟上主流的脚步等等 现在新款的吉月07已经有了 同时可能会在续航上 包括在造型上 一些功能上 也会做一些区域和差别 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 可能就在4月底或者5月初 就能够见到了 北京车展上应该就有消息露出 所以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 OK 那关于这台吉月01 后续我们还会做一些其他的内容 感谢你的朋友 还请持续关注 OK 拜拜各位